Hello 大家好 我是Bingo 现在咱们来到荔枝岩这边 嫁接的 今年三月份嫁接的 咱们来看一下它的展示怎么样 真木呢 是非子孝 然后这个品种呢 是先进凤 大家看一下 它现在已经准备一盒这里了 包住这个真木了 这里是露白的 露白的时候 它会长长那个像柳一样会异合起来 这是先进凤啊 三月份嫁接的 打过一次顶这里 然后现在长的叶子是这样的 这个可能就这边可能长的就好一点 一般这种大只的话 接两到三个 这里我们接了三个嘛 现在活了两个 大家看一下 然后这个可能露白露的好一点 它一盒这个比较少一点 刚好靠住 然后这一只就没有活 活了两个这一间 已经可以了 一个折木活这么多 然后这边的也是 大家看一下 它露白不是特别好 所以它一盒就慢慢弄出来了 然后咱们再来看一下这小只的 小只的话就是比较难了 长次比较弱 这个就比较明显 小只跟大只的区别就是这里 就是亲和性可能会 会不一样 大只的亲和性好一点 小只的亲和性没这么好 所以它长势可能会稍微慢 比较弱势 大家看到没有这个 这个我们还没 现在可以解薄膜 我们是三页假接了 实际上是八页二十五 二十六了 基本上三四个月 也可以解开这个薄膜 就是一刀滑下去就好 你也可以解 这是先进负 然后这边小只的话 我们好像没有接 这种特别小的只 然后这边的话是那个 这边接的比较早一个月 二月份价格 这个是大丁香 大丁香是很大个的栗子 栗子味 甜度可能不太够 不太好 还算可以 你看这个就是肉吧 也是不太够 所以一盒就比较慢 向外一盒 你这里还没有一盒 我这里没有包住 存活力还是可以的 大丁香接飞子孝 一二 这边有三 这边应该 小只没没进去 然后这边的也是大丁香 这边可能就明显一点 这个是小支架接的 小支架接已经一盒好 这个是大支架接 大家看到没有 一定要露白 不露白的话 它不会一盒这里 它向外一盒 这个就露白了 它就会一盒出来的 凸出来了 这个就好一点 这个就差一点 没有露白 所以你们价值 一定要记得露白 现在的话 它的税也不是很长 长势还是比较慢 立志可能就稍微慢一点 给大家再看一下 这个明显 这个就是比较明显的露白了 看到没有这个 这个也是没有明显 比较差一点 现在才一盒一点出来 慢慢包住 这里活了两只 大冰箱 所以你们说最少什么时候 大家看到吗 现在还有一只还在冒芽 五个叶了 还在冒 还冒出来 所以还是要看这个 结税 一定要打点处理一下 让那个芽眼饱满 然后再对准形成 这样就比较好一点 你看后面长得很弱势 这叶子 不像旁边这种真木 这种长得特别大张的 这个特别小 应该很难成果 这种可能会回枯死掉 这种五个月才长 所以你们要看一下这个 所以你们一定要处理一下 那个结税 打点 这个是枝条 也是蛮大粗的那种 两到三公分粗的那种真木结的 这里露白了 所以他长得一盒还是蛮好的 大丁香接飞子架是可以的 这里也是都是调皮架接的 大家看到没有 他现在长起来突出来 今天咱们就要看一下 这个大丁香跟那个仙晶凤的 成果力还是ok的 大家看到没有 这里 剥了七八根枝条 这一颗 所以树形树冠都有 只要他明年 今年年底一长起来 可能会 会少量挂骨这样 今天咱们就来看一下这个 结税露白跟那个仙晶凤 跟那个大丁香 如果你还有什么疑问的话 欢迎在下方评论 感谢大家观看 谢谢大家 我是苹果 喜欢的吗 请点赞关注 请点赞关注 请点赞关注